肖战这个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名字 不仅因为他的演技和颜值备受关注 更因为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哲学而让人感到敬佩 在中兴文娱的七分钟采访中 他透露了自己未来可能会尝试幕后工作的可能性 这不仅让粉丝们感到惊喜 更是让人对于他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 尤其是很多粉丝都直呼肖战可以当导演拍电影 原来中兴文娱对肖战进行了一次采访 总共时长七分钟 并且在采访中 提及了肖战是否会尝试幕后的工作 只见肖战嘿嘿一笑 表示自己非常有可能转到幕后去做一些事情 他说我觉得创作其实是相通的 创作是有生命力的 无论是你是目前还是幕后 所以没有局限自己 这句话让人感受到 他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作为一个演员 他明白幕前和幕后的重要性 也清楚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行业中 无论是演员还是幕后工作者 都需要具备创造力和生命力 才能让作品更加出色 肖战的一番话 让人不禁想起 他在玉谷瑶中的角色 石影 石影是一个很板正 很有规则的人 但肖战却认为 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性格 他要做的功课 就是去打破这些防线 让观众看到 他其实是可爱鲜活的 内心很柔软的一个人 这种思考和尝试 不仅体现了肖战 对于角色的深入理解 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个 演员的自我修养和追求 在肖战的演艺生涯中 他一直保持着 不断变化和进步的态度 无论是肖春生 还是石影 他都用心去演艺每一个角色 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 每个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这种努力和坚持 让人感受到 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敬畏 同时 肖战也提到 自己在片场的生活习惯 能站着就不坐着 这种坚持 不仅体现了 他对于自己的要求严格 更让人感受到 他对工作的认真和专注 在这个行业中 细节学令成败 一个小小的习惯 也许就能影响到 整个作品的质量 肖战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 因此 他一直在从各个角度 去完善自己 为观众呈现出更好的作品